Hello 大家好 我是Richard 那今天呢 我要再来录一集这个菲律宾随便聊的节目了 那虽然说呢 我知道可能没有人在听 但是我还是想要讲一下我的一些生活感想 今天呢 我就是搭飞机回台湾嘛 那我坐的是新宇航空 那让我很shock的一件事 是这个 我们居然只有11个人耶 就是在过去啊 每次我回菲律宾 通常都是 那个班机通常都是满的 然后就是很难买到一张票的 但是呢 现在呢 好 现在居然只有11个人 就让我觉得蛮惊讶的 然后 然后再来我就是要非常感谢新宇航空啦 因为你想一下就是一个飞机呢 飞出去再飞回来 它要多少钱 它要十几万元吧 然后它就是我们只有11个人 它还是很愿意把我们再回来 真的非常感谢新宇航空 那如果有在菲律宾的伙伴们 在菲律宾的朋友们 然后或者是说在台湾的人 以后如果你要去菲律宾或是去美国 好像很可以吧 就是我是很鼓励大家去做新宇航空的 因为它的服务真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呢 飞机餐也可以 OK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很负责 好 那个 那就是说我必须要帮他们广告一下啦 毕竟人家载我回台湾嘛 而且我一个人享受这么大的空间 就等于说你看我坐在那一排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应该 我前面十排后面十排应该都没有人了 反正整架飞机就是只有十几个人而已 所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 OK 那我以前只有在这个 菲律宾的国内线有体验过这样的 但没有想到说国际线呢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 然后从这件事情呢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啦 就是觉得说现在的这个实体经济真的越来越难做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在经营一些小生意嘛 那嗯就会觉得说 OK 在现在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不容易 就是说你的成本呢是一直在往上涨的 然后你的销量呢是一直在往下降的 嗯那就是说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所以整个世界呢就变得非常的不容易 那那我当然自己也很希望呢 这个疫情可以赶快过去 然后我们的生活可以恢复正常 嗯但是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 也许我们永远都回不到过去了 就是可能会这样子 嗯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啦 但是虽然有点乌鸦嘴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我联想到我前几天看的一些新闻吧 那个就是常常有人在讨论啊 就是台湾的夜市啊 好像就是什么租金太高啊 没有人住啊 然后还是说什么大家都没有人要去也是啊 然后东西卖的越来越贵啊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结构的问题 因为就是 因为租金一直在往上涨嘛 那那个夜市的摊位他也是要付租金的啊 那他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只能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啊 但是随着这个成本越来越高的以后呢 消费者会感觉到这个压力嘛 那当你的这个成本和你的和百货公司里面的这个成本 是差不多的时候呢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啊你夜市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竞争竞争力啊 那其实整个世界就是就是好像会变成这样 就是大者很大 然后小的就是渐渐被淘汰掉 OK但这个是很残酷的事情 但是monopoly就是说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寡战吧 寡战市场就是 常常会发生的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经济好像 大部分的公司都是要达到一种寡战的目的 好像比较没有这种共生的概念 尤其是在台湾这种缺乏 共同体的地方 OK 当然这个是我的个人感觉啦 就是 就是所谓说没有共同体就是说我们的商圈呢通常不是像日本 日本这可能那个这个什么格调比较高 就我就拿我自己在菲律宾的经验讲好了 就是通常你在一个市场里面呢你都会先加入一个委员会 OK commiti一个委员会 然后commiti的成员他可以决定说谁有资格参加谁没有资格参加 那首先呢你必须要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然后你才可以在那个地方开店 那跟台湾的状况有一点不一样 台湾就是好像就是你租一个店 然后你租了这个店以后呢 你就是随便你要开什么都可以 当然你要符合那个中央政府的法规啦 那我是觉得说台湾这样的制度就是从上而下的 就是说中央政府把一些制度都规定好了 呃然后就去做OK 但是像菲律宾啊像日本啊 我不知道其他个国家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就是说你要先符合呃本地的当地的这个习惯法的规定 然后再往上往上申报 就等于说从下额上的一种社会关系 但是台湾呢就是可能他继承的这个呃中华民国 就是从中国大陆搬来的一套这个法律体系 所以呢就会变成一种有上而下的一种呃社会规范的制度 那这没有好不好但是所造成的这种结果呢 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那所以说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常常会碰到 就是你中央政府的法定和当地的习俗 或者当地的习惯呃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那比如说呢就是比如说呃骑楼前面可不可以停车 呃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 就是有时候呢像透天措啊 然后像一个独栋的这个楼房啊 然后那个骑楼呢是屋主的呃呃什么产权好的产权 那你地方政府又会有一条规定呢 又会说呃骑楼不可以停摩托车 或者骑楼不可以停车 那可是你的政府你又没有跟人家征收地 可是你你收这个什么地价税的时候呢 那你又会把那一块那个产权的地呢放进去 然后又可以多收钱 就会变成说嗯 就是说整个这个体系呢就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啦 那当然是没有什么好不好 而且这么多年了大家没有怨言 那可能渐渐的就是变成一种习惯法 OK 那这当然就是我的一种感觉吧 那总之呢我接下来会留在台湾一个月 那希望呢我这一段停留呢能够学习到更多 那我也很希望我在菲律宾的生意呢可以蒸蒸日上 那那就是大概就这样啰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Goodbye see you next time